没错 就是那个铁面具 小时候 把玉佩抢走的那个马匪 老夫人 你没事吧 温达 你侥幸逃过两回 那个马匪 一次两次都没有杀你 并不表示 以后一直会放过你呀 我知道 所以啊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要把他们杀了 温达 你是贺家的独子 贺家还指望你呢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你的爹 和列祖列宗交代呀 好好地留在家里 安心地打理 贺家的店铺 以后不要出去了 就自己说 你说 你士呢 就我从这儿上 一会儿我上去之后 我把你拉上去 蹲下 快点 高胆 虎哥 你真重的 在高胆 你快上啊 快点 别动 你 死去吧 你 你讲什么 你认识爷爷我 还敢打钱我马队 还来通袭 说 山寨在哪 嘴硬是吧 开嘴硬是吧 我看你呀 把眼督督抓开 我看你呀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马匪一锅端 送到官府 走 大人 贺家商队遭马匪打劫 财务全失 马匪又潜入贺家 试图要劫我财务 就是他 现在我想把他交给大人 希望大人能顺藤摸瓜 把马匪一网打劲 把马匪一网打劲 还我们蒲苑百姓 一个安宁环境 这样吧 贺东娘 人你先留下 我会调查此案 用不了多时 我会给你一个圆满的当 有劳县令大人了 这贺家还真是一毛不拔呀 一分钱不花就想办案 那就是啊 你说这蒲苑上上下下 哪家没给衙门上过贡 连马匪都知道 接了蒲苑人家的财物 要过来孝敬大人 花钱买太平 就他们贺家不懂事 咱们就不办事 我已经抓了一个马匪 交给衙门 很快啊 官府就会查出那个马匪窝 就把他们一网打劲 到时候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干定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做生意了 文达 您 文达 听娘的话 别惹娘生气了 看见没有 我都不认识了 贺文达不懂事 可有人懂事 县令大人 尽请笑纳 你果真很受信用啊 天下事有规矩 就得一定按规矩办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娘已经把话跟你说尽 你要是执意不听 我就只能把你手里的绸缎庄 全部收回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 说这个呀 娘 桑苏厂已经交给保琴了 桑苑你也交给了 裴伯和润生 我剩个什么呀 我只剩个绸缎庄 你现在又把她给收回去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反正我已经把话 都说清楚了 冬家 娘说得对 闭嘴 动什么呀你 在你心里 娘永远是对的 娘 从小到大 你就把我当你的棋子 控制在你手里 我这还算是贺家的大东家吗 我到底算小妹我 让你别生气啊 我要劝他 文达 哎 心里大人 我的一个弟兄 还被贺文达压着呢 人呐 是贺文达牛送来的 要是突然不见了 恐怕 啊 文达 以后听娘的话 不要随便在外出了 好不好 你一天到晚娘娘娘娘 娘什么呀 你别忘了 你嫁进我们贺家 第一 是我的妻子 第二 是我娘的媳妇 你看看你现在 哪有妻子的样子 别生气了 不喝了 你干吗呀你啊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怎么会没事呢 简直家不成家啊现在 没法呆了 好 小楠 哎 贺东家 您来了 嗯 贺东家 今日楚国房中有贵客 不方便见你 啊 贵客 哎 什么贵客比我还重要啊 贺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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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辛苦 下官敬您一杯 哈哈 楚楚 她谁呀这么大胆 楚楚 把她给我封出去 哎 别别别别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啊 是徐公公 是前朝的大内众臣 皇上身边的红人 好 好 想要加官进爵 没有徐公公办不成的事 好 徐公公啊 这次回乡醒亲 恰巧路过蒲苑 能被你遇到啊 你这是三生有幸 贺文达向公公请安 嗯 徐公公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啊 是我们蒲苑鼎鼎鼎有名的 贺东家 贺文达 贺文达 敬公公一杯 哎 公公 这次回乡醒亲 一路都辛苦了 哎 光临风月楼 太对了 这风月楼 在蒲苑啊 方圆几百里 男人没有不知道的 哎哎哎 只要是男人 听见风月楼 保证把你服侍得 妥妥贴贴的 公 怎么说话呢 你又干什么呀 这几天你天天陪徐公公 根本不顾我此活 堂堂的贺东家 原来也会吃醋啊 我的女人天天讨别的男人欢喜 我能不吃醋吗 呸 她算什么男人啊 再说了 我不是你的妻 也不是你的妾 我算你什么女人啊 初初 我知道我没有把你取进门 那么多年你一直生过妻 但现在我有个办法 可以把你取进门 也给你一个名分 你能有什么办法 当官啊 以前的话太软弱 所以没能把你取进门 但只要我有官品在身 我娘就不会处处牵制我 到时候我想娶哪个女人 都可以 你说呢 你说得都轻巧 你想当官 那就能当官吗 所以我说嘛 这事就靠你了 靠我什么呀 你拜托徐公公 帮我买个一官半职 谁都知道 徐公公这个老家伙 对你情有独钟 这事如果你说句话 一定能成 贺文达 我说你今天对我 怎么这么甜蜜呀 弄了半天 你又想逸我 贺东家 谁啊 你谁啊 刚分开你就不认输了 是你 你不是在大牢里吗 我都叫不老你费心了 把我关是吧 没有没有 打我是吧 误会误会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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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他打我 老子跟你同归日子 对他 追他 贺东家 没事了 人已经死了 安全了 大嫂 怎么回事啊 娘 到底怎么回事啊 娘 温达在外面被马匪追杀 你躺下 大嫂 您坐 不听我的话 跑去招惹什么马匪啊 你看看你 弄成这个样子 不是 也好 给你一点教训 这两天你好好养着 抽蛋庄的生意啊 就交给宝琴 和裴伯去打理吧 娘 等你伤好了 想明白了 自然就还给你 贵钱哪 哎 别老带着你侄儿玩 好好照顾他吧 您慢走 您说这不奇怪吗 那 那个马匪 怎么 怎么无缘不够被放出来了 我这大侄子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这蒲苑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咱们这个县官 是认钱不认人的贪官哪 蒲苑这些商户 逢年过节的 谁不给他送钱送东西 也就你娘特殊 不信这个邪 什么也不送 哎呀 这下好了 你还指望这县官 帮你抓马匪呢 你等着吧你 我去找抽到 看他怎么说 哎呀 你现在去费 有什么用呢 这不明白这大铁脸 送钱了吗 你说怎么办 你知道成东的林家吗 江南最大的茶叶商 谁不知道 哎 人家商队的实力可大了 每个人手里都有枪 马匪都不敢动他们 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我是想 把他们林祖康东家 介绍给你认识 咱们如果有机会 跟人家合作 马匪就不敢跟咱们造次了 而且我听说 这林家和羊商关系匪浅 人家茶叶 都是过海赚大钱哪 不行啊 不然我出门 大丈夫眼光要放远点吗 也不然老顾着 叫他一亩三分地儿 你娘为什么不让你出门呢 不就怕你有危险吗 你这现在一旦 咱们跟林家合作了 马匪就不敢动咱们了 就没危险了 而且咱们贺家的生思 又拖宽销路 你娘她何乐而不为啊 就这个 二爷 肯定这个 就这个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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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说这刘过阳的人哪 玩的玩意儿都新鲜些 家里都是大茶叶商 现在自己也是林大东家 来 林大东家 来来来来 敬你一杯 来来来来 敬你一杯 喝凶客气了 想我林和两家在蒲苑 那都是经商的大部分 以后免不了有很多的教我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嘛 林大东家 你腰里别的什么也咯死了 再上几壶好酒啊 林大东家 这玩意儿 这个 我从杨人手里买来的东西 防衬用的 喜欢就随便看看 你再来一次 我就不信了 二爷 喝完酒啊 去一趟我们烟馆 烟馆 烟馆新货 试试 你说洋人 还卖这玩意儿啊 你以为洋人上咱们这儿 买你的蚕丝买我的茶叶 靠的是真金白银哪 靠的是这个 你看 你看 这这这小心小心 好好好 这这 贺兄 这东西容易走火 你小心点 对对对 宋哥 这玩意儿 多少银子 什么银子不银子的 既然贺兄喜欢 我就送你 祖光太豪爽了 来 祖光 我敬你呗 打死了 爹 别动太 厉害大人 贺东家不必多礼 坐下说话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这次来找您 想请您帮个忙 你找我能帮什么忙啊 请大人帮我把麻匪引出来 贺东家 你太会说笑话了 我怎么能帮你把麻匪引出来 其实事情很简单 只要麻匪出现了 拜托大人告诉我一声就行 小小意思 还请大人笑纳 贺东家 抓麻匪 这是衙门的职责 你这就不对了 怎么这么客气啊 之前贺文达 又做得不当之处 还请大人多多包涵 什么都没办法 没机会 便宜去 chest 下楼 贺东君 温达 我看来福带一帮人 咱们躲等着呢 怎么回事啊 没事 不可能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知道大天脸在哪儿了 从此以后 要再也不回来找何强麻烦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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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脸 终于让我等到啦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为民出汗 霍珠 你这个大波头 干吗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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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别过来 让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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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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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铁君 我不是 你爹 不要伤害好刀掉 老子 你的 兄弟 兄弟 爹 你的身世 爹 一直没告诉你 爹 对不起我 我一定会为你保仇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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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记过组了 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去吧 娘 您路上小心点 老夫人 车马都准备好了 您的包袱也已经放到车上了 爸 我不在的日子 文达 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知道了 冬家这是要去哪儿啊 出去一趟 我看到书房里有把枪 你要枪做什么 防身用啊 女人就别管这么多 女人呢 女人呢 我上海了 我身边就发生了 女人的女人 她能保持过一个 女人 女人 我上海了 女人 也不想担心 我上海了 两次 太阳 超过了 我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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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步 我上海了 然后就把沙子 来 殿下 殿下 你快来 我刚才看见前面有个人 哪儿啊 那儿 往池塘那边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冷了 我冬甲 我冬甲 你还没死啊 断口 你还没死啊 怎么能死啊 你 你怎么了 怎么满头大汗的 没什么 你梦见什么了 没没没没没没什么 睡觉了 闻达 你早上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我昨天晚上没回来 怎么会呢 你昨晚 不是还帮我盖被子了 盖被子 你做梦哪 疼啊 干吗 今天晚上我请仙令大人吃饭 谢谢他给我帮忙 自己睡吧 三儿啊 三儿 你干什么哪 鬼 公特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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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贺东家 贺东家 什么 仙灵大人死了 杀人的刀却在你的手上 难道是你 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 不是你 张大人 程福还活着 还回官府 是 是 怎么回事 张大人 我冤枉啊 在那边 老夫人 冬家出事了 丫门说冬家杀了人 把他关进大牢了 有人跟你说话了 闻达 你们都干吗去了 找人把我放出去啊 我告诉你啊 我没杀人 我说了多少回了 我没杀人 我是冤枉的 闻达 你别着急 我已经拆人 拆人去找娘了 赶紧啊 告诉你这鬼地方 我一天待不下去了 让娘 别舍不得他那些臭钱 现在 现在这趟官呢 没钱 说不了大天没用 我知道我知道 你放心吧 就嫌ö的 阿弥陀佛 어서保佑 和吻达 早日脱离苦海 不要遭受武王之灾 不准保佑 阿弥陀佛 婶 你在这里拜佛 有什么用啊 要不 你去看看贺东家去吧 闻达 楚楚 楚楚 你 你怎么来了 闻达 你怎么犯了这么大的事啊 你还好吗 好什么好啊 真是 对了 你赶快把这玉带上 能保佑平安的 好 好 对了 都什么时候了 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啊 任双 我们去衙门看看 不许去 衙门 是你们去的地方吗 夫人 夫人 老夫人她们回来了 奶奶 娘 怎么样了 奶奶 李大人打让犯人了吗 我们带着金子前去 但根本没见到李大人的面 在门口等了几个时辰 就是不见 没见到 知府大人派来审案的亲信 这哪能说见就见哪 那怎么办啊 奶奶 我爹会不会被赶头啊 少爷 别胡说 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 别自己吓自己啊 娘 那李大人 什么时候开审啊 还不知道呢 这闻达犯的是杀人罪 而且杀的又是一线的父母官 再怎么打点通融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相信 温达没有杀人 我也相信我爹不会杀人的 可是 温达在现场 刀也在他手里 这大伙儿都看见的 是不是有人陷害爹 或者 或者爹中了什么邪招子 上身也有可能 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话呀 老夫人 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 您不在的时候 东家身上发生了很多的怪事 但是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你说 前的日子有些人说 东家经常在半夜里神神秘秘的 就像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了体 什么人 东家 给东家请安 东家您今天在家呀 胡说 胡说 这么说东家的闲话 太不像话 东志婶 你在咱们贺家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宝秦啊 这些日子 闻达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东家一切都好 听见了吧 阿裴 是 如果再有下人在那里嚼舌根子 赶出贺家 老夫人 夫人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 传这样的邪化了 行了 我已经从庙里 求回了保佑贺家平安的灵符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贺家 平平安安 风平浪静 宝秦啊 这些日子 你就多关注一下 家里绝不能有鬼的传言 这要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咱们家的脸往哪儿割呀 是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是 上一回啊 截了我们的车队 这一回 有社稷陷害文达 真不知道以后啊 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们 可是 可是 他们要是想想想东家下手 应该早就有机会的 神出鬼没才最可怕 好 好了 我 不是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还我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还我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不 还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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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谁 寶貞, 寶貞, 寶貞 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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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所有的門都要加固好 尤其是後門那邊抓緊 好嘞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先下去吧 外面多找一些人 严加放手 是 文达进了大牢 本来就已经人心惶惶了 我不能让贺家再有任何问题 放心 所有可以出入的地方都加固过 连脆弱的院墙都修补了 还加派了人手日夜巡视 那些送食材送日用的店铺 早上我也都叮嘱了 以后咱们自己派人去去 但凡不熟悉的外人 都不让进入宅子 还是来了 要是他真的现身了 我们该如何收场 老夫人 还不一定是他呢 不 我有预感 一定是他 福无双至 我不担心 一点都不假呀 这文达莫名其妙的 就摊上了杀人案 身陷大牢 在这个时候 他又出现了 这可千万不能让宗亲们知道 这双生儿要是泄露出去 贺家就完了 夫人哪 去看看 老夫人 外面没人 该来的终归躲不掉 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想办法 把文达弄出来 我会勤去衙门那边走动的 想办法拖路子 跟那位李大人搭上关系 该用钱的地方 你就自己做主 是 来人哪 来人 快来人哪 快点 快点 走走走 怎么了 怎么了 东志婶 东志婶啊 东志婶 怎么了 有一个人 就在咱们院子里 是个外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跑过来的 吓死我了 阿虎 代人守住前门 安静守住后 其他人分头搜 走 走 走 去看看 快 我去那边 走走走 这边 没事了 没事了 看看那边 那边看看 这边 这边 那怎么了 这边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了 没有 这边 分头搜我 是吧 去那边 是 你们两个 去那边 走 过来过来过来 来了 来了 在那边去 走走走 抓紧啊 快点 看仔细 是 是 你 这边 是 是 是 你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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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老太太身体不舒服 我去请大夫来看看 是 放心吧 没膜 这是去哪儿啊 你走错了 听到没有 你什么人 驾 是 东家 怎么是你啊 你看清楚我是谁 这 东家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杀了何关德 那还没懂事 原来陷害东家的就是你 你和老太太说的双生二儿 是指我和你东家吗 你胡说 你是看着他长大的人 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成他 叫其他人看不出来 你 你什么意思啊 还不明白啊 我要变成他 过几天东家的生活 不可能 几十年了 我要把我丢的东西拿回来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我 我记得老太太好像说过 我记得老太太好像说过 千万别让其他宗亲们知道双生二儿的秘密 我记得老太太 否则 赫家就完蛋了 你好好想想 如果你答应我 赫文大可以不死 赫家得以保全 否则 与死亡破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泄露出去 谁都会有好日子过 没有人心 你不要有好日子 你不想大家 肝心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 也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 你不想到